去年防疫优先 台中市北屯区的大臣坪 义善团也停办超过了半年 终于在2022新年重启初一公餐 大臣坪福德慈 开办了350人份炒面 麻油鸡来回馈乡里 还集资百件的红背心 天冷了要为弱势长辈天衣郁寒 关怀也温暖地方居民的身心 自备餐具 排队城庄刚起过的炒面麻油鸡 趁着疫情趋缓 台中市北屯区大臣坪义善团 重启厨一公餐 用行动贯款箱里 提倡说让我们这些 以前的同学啊年轻人 我们来做一些让关怀老人的活动 他就想说说 不如我们来煮东西给人家吃 冬天可以送暖和给人家 四五十位长辈 构想桌前热腾腾的美食 农历12月初一 正巧也是2022国立新年开端 十几位益善团志工重新开火 准备350人份 在大臣平复的词前 温暖乡亲乡客们的胃 成兵力土生土长的创业者 回馈地方成立益善团 愉悦分享烧额青菜 等各种地方美食 开办两年多 虽然碰上去年疫情爆发 暂停超过半年 如今趁着新年开办 还集资万元买了百件背心 为弱势长辈添了家义赏 由我们地方人士 大家出钱出力来共同举办 这个每月荣丽初一 这个非常有益的 回馈乡里的一个平安餐 那也是协助我们的礼办公处 每月来关怀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弱势 还是我们的乡亲 及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 大家合资 就是给老人一些关怀 让他寒冬里面也会觉得温暖 小背心 很感恩 对我们都很好 还有这个主办人 主办人也是很慈悲心 很好 现在这边有吃 我觉得很好 他们做的实在 对人太很好 到对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面这边很好 政治背心郁寒 红色更添过年喜气 收到后长辈脸上 洋溢开心笑容 不只用热食暖暖身体 也用心意抗寒来温暖长辈的心